作词 李宗盛 在我的心上 勇敢的吹着光 别慌张 让我就不会感伤 在失落时光 我在不远方 一直偷偷的陪伴着你啊 要面带微笑 温暖在心上 有你在身旁 每天都有太阳 回忆我 这儿只无我 要面带微笑 回忆我 看我 发 hoş 好 你好 欢迎光临夏丛工作室 那个 我看那儿有个招聘信息 所以先来问问你们这儿 还招助理吗 招的 那 那我没有设计基础可以吗 那先填个表吧 好 了解一下 好 谢谢 先坐 好 喝咖啡吗 好啊 谢谢 谢谢 那个 可能有些冒昧啊 我其实几个月前过来买过一张椅子 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应该有印象的 应该有印象的 不记得也没关系 我想问 你有男朋友吗 我就住在这附近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应该是没有男朋友吧 我的确没有 我的确没有 那 你看我行吗 但我刚分手一段时间 那正好 我也单身 你了解我吗 我之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还挺喜欢你的 就因为喜欢你 所以想了解你更多嘛 但我是被甩的哦 因为脚踏两只船 没关系吗 这个表格我拿回去看看 谢谢你的咖啡 一年了 一年了 现在想想 当时的疯狂也好 内疚也好 后悔也罢 都是恋爱的一个部分吧 重新遇见你 很开心 我也是 保重 保重 你说 如果他那天回了头会怎样 好 如果他那天回头的话 可能现在结局会不一样吧 那天后来我躲在角落里哭了好久好久 那个时候就在想呀 那如果他 如果他跑上来 如果他跑上来 牵起我的手 说要带我走 可能我真的会跟他去任何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 走的时候 好像天都黑了 后来有一次喝多了还给他打过电话呢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你才干嘛 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行吗 我没有想你 别想多了 没有想你 没有想你 没有想你别想多了 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赌你的福 为烈获奖了 所以当年跟你分手分队了 所以当年跟你分手分队了 我现在过得可好了 特别好 真的 别说什么 我挺不见 喂 喂 你有着身影 换号了 现在我把电话号码换了 夏天的微信我也删了 忍不住再联系他 不忍不住 现在不会那么做 玩儿太痒了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很舒服啊 你在哪儿学呢 真是 还有 我在视频上看到 可以这样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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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爱死得快啊 那也总比没有恩爱修强啊 是不是哥哥 就这里 就这里 这个神简都可以吗 哥哥电话 喂 怎么了 喂 董浩 上次我问你要的那个 店下面的客户资料放哪儿了 在柜子的第二个车地里 找到了吧 找到了 没事了 拜拜 我们单位你同时问我有自灵 关心就关心嘛 干嘛遮遮掩掩的 幼稚 既然你不介意的话 那我实话跟你说吧 关心现在还带着你们的对接呢 嗯 我说 不信 我发现我真的是不懂女儿的心 我以为 我跟她在一起三十年了 很了解 但压根就不是 谈了一年这个案 我才发现 虽然她还是那么可爱 还有一丝性感 但是她太黏人了 你知道吗 那你的室友 夏天 她过得怎么样 如果她跟你问起我 你一定要跟她说我过得 特别 特别 特别好 一点也不想她 说是 你是不是想她 想她就给她打电话 别撑着 不想 其实跟夏天谈恋爱 我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靠努力去完成的 但是爱情不是 你没办法靠努力 去让一个不爱你的人 爱你 爱情这个东西 它不讲道理 爱情这个东西 它不讲道理 它就像是 命运 这些公司的作品案例大概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意见 这几家都不行了 作品太含糊了 怎么不直接找夏孙工作室 夏天的设计比较好多了 对啊 夏天跟小松跟我们的关系也很熟了 沟通成本还很低 因为 我跟夏天谈过恋爱 然后分手了 所以没法合作 大家都知道 民宿项目不是合作得挺好的吗 都 都知道 好 行了 再找合作伙伴以夏孙工作室为基准 还有别的吗 我们开会讨论过了 基本上一层的空间就是客厅 餐厅 还有厨房 二楼是你的卧室 三楼是书房和健身房 对了 西面的阳台这片空出来的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建议你是不是改造成一个花园 又或者是喝下午茶的空间 挺好的 那地下室呢 地下室我们的建议是 因为您个人的喜好 您不是喜欢画画吗 所以可以把它改成一个画室 这么贴心 连我的兴趣爱好全都了解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 不过 其实啊 画室我家已经有了 我在想 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想法 其他的想法 比如 许总 你 喜欢喝红酒吗 我 我还行吗 我不明白您问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喜欢喝红酒的话 我觉得地下室可以改成一个酒窖 其实画室和酒窖都行吧 主要是看您个人的意见 对了 家具这一方面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合作方 所以 家具这方面我已经找好了 我想整体都是原木设计的 这个设计是很不错 还得过ADA大奖 好啊 我本身也感觉其实原木的风格 跟你个人的气质还有生活方式是非常搭的 那就这么设定了 许总 待会儿没空 要不要一起去 喝一杯 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 所以 要不然我们下次 下次 下一次 也行 我本来想说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就把供应商给推了 不过去下一次吧 今天实在抱歉啊 如果是下一次约的话 我请过 说好的 嗯 说好的 好的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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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看起来不一样 真的吗 可能是我最近特别生事皮肤管理吧 谢谢 是气色好 饭桃花 可以这么说吧 来 你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找的公司设计的空间结构 你就根据这个来设计家具吧 是不是很有费用 看得出来花了心思 而且很了解你 我跟你说啊 这个图纸呢 是这一家公司老板亲自设计的 这个老板态度专业用心 然后又细心 就这个图纸啊 我跟他来来回回沟通了十几次 他完全没有怨言 重点是 他长得好帅 我确认过了 没有女朋友 长得那么帅都没有吗 很快就会有 你好 一碗五度面 你好 吧台有位置 我就要这个了 谢谢 好的 怎么过去一年了还能遇到这个人 这算是什么 缘分吗 还能这么遇见 真够可疑的 你居然还会来这儿啊 你不也来了吗 我呢是附近有活动 你以为我是专程来的呀 我也是在附近顺便来的 谁知道你有什么批行 总是盯着过去的东西不放 你好 两碗五度面 结婚应该带无名指的是吧 我怎么总不忘啊 你不好奇现在夏天过得怎么样了 我不好奇 那我们办婚礼的时候 我给你发张清帖 你地址在哪儿 好好的面放那么多酥干嘛 不吃啊 我在干什么呢 我在干什么呢 头一年了 还有意义吗 不敢说是爱 只想够体贴 想陪你说的旦天 夜落到街头 找一个借口 再多走一遍 心里面的光 熄了好几年 直到你再次出现 翻翻就照片 从前的我们 也曾经约定我永远 风又吹过的时候 想却梦不到你的时候 错过以后 错过以后 和你同后 我依然是否 还能成为 对的人 在你 所以我就建议你们两个 干脆进去一起聊吧 要不然我们空间设计好了 家具再进来 那不是太满了吗 好啊 我没问题 夏天 夏天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设计公司的老板 许总 许总好 你好 许总好 这位呢 是我的美女家具设计师朋友 夏天 你好 我是夏天 您的图书我看过 没有特别的问题 就是厨房 本来我想设计一个 收纳小家电的橱柜 但现在由于冰箱体积太大 占据空间太多 所以我觉得冰箱 是不是可以放在客厅 如果是考虑到 食用兼备的话 我建议把墙往后推四十公分 这样的话 我们再挖出一个凹槽 这样冰箱就可以放得下 你怎么想 一切都交给许总决定吧 听你的 这套房子将来 你也是有机会住进去的 对不起 我明白了 之后我会全全跟许总沟通 原来是在设计你们的爱潮啊 夏天 你别偷藏我了 你知道我说话 一直这么直接的吗 我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就看许总接不接手了 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下一位再聊 对了 这也给你 给我的 这是我们公司给你备的一份小礼物 谢谢 时间差不多了 许总 有没有机会 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餐 来 好啊 我正好知道附近有一家 火锅还挺不错的 不知道你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我这个人很随性的 那我们现在 走 好 抱歉 二位 我也还没有吃完饭 确认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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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超级喜欢潜水的 而且我就喜欢那种 船潜的感觉 有机会我可以租个游轮 让我们去海调 好好好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确实我潜水的经验 会比较爽一些 没关系 我带着你吧 他不潜水的 他只爬山 对吧 徐总 那 电影呢 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爱情动作片还分什么类型吗 不是只分国籍吗 哎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自己说的 你那个什么最喜欢的系列上中下不 你不都存电脑了吗 你别胡说 那个系列哪有上中下 只有上和中 你们认识啊 是 我们 认识了有一阵子了 也不是很长吧 就 十一年 头五年还是情侣关系 对不徐总 没记错吧 谢谢你的礼物 我不需要 吃得愉快 拜拜 你到底要干什么 非要让我这么难堪吗 明摆着他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谁说我不喜欢了 我现在就喜欢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 我爱死了 哎呀 行了 搅和黄了又怎么了 那就当我搅和黄你一段爱情好了 你不也搅和了我一段吗 那这扯平了 不然总不能你一个人偷着乐吧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就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 别管别人的事情行吗 我说真的 我现在 特别感恩当时跟你分手 感恩你放过我 还有 这个算是你的结婚礼物 祝你过得幸福 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 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很重要 是 爱一个人的方法很重要 但首先你得先爱上一个人 因为只有爱一个人的心 之后才是方法和技巧 我以前是怎么觉得 我现在也是怎么觉得 我今后还是会这么认为的 我到底要跟你说什么 我希望你带着一颗爱人的心 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你俩准备搬出去了啊 别呀 我们仨这么多年感情 把我一个人扔着 在这儿 不是我们的东西 你俩要赶我出去 这可是我妈留给我的房子 我这样不合适吧 也不是你的东西 关心给的 我来跟你说吧 关心明天就要走了 他不让我们告诉你 也不让去送行 知道了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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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去多久 一年吧 还回来吗 如果我说我会回来 你会等我吗 关心 分手之后 其实我一直欠你一个对不起 所以我今天专门来 是补上这一局的 对不起关心你 小天 你知道吗 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 其实我并不幸福 也很不安心 我一直在隐藏自己内心的 不踏实 我想要得到你更多的爱 我好累 我一直想把 贺轩从关心的身体里 剥离出去 我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 我一直以为 我有了你 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就可以 填补直到内心中空缺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幸福不是你给的 只有我面对了真正的自己 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不管跟谁在一起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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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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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蓝色衣服是吧 行 我能找到 看来那么多人的爱情啊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跟我来 你好 没想到相亲的人是我吧 坐啊 变化真的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可能是 终于有了自己的作品吧 红旗养人嘛 你看书吗 送你一本 都出书了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不怎么看书 特别是情感累的 关注的更少 打开看看 恋爱的夏天 建筑公司的徐总 木座工作室的夏小姐 外科整形医师关先生 你这写的是 我懂了 我懂了 行 我一定会看下这本书的 但是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 一开始我只是做一些 Vlog的素材收集 没想到目睹了 他们的全部过程 甩了别人的人 也会被别人甩 被别人甩的人 也会甩了别人 我们都多多少少地 做过一些坏人吧 也从其他那里人得到安慰 爱情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对错 人生也是如此吧 有道理 看结局如何呀 夏小姐甩了两个人 她至少也该选一个吧 也许有戏级呢 也许结局转了又转呢 做父母的 不能够只满足于旁观 孩子们的生活 咱得学会过自己的日子 看你呀 看我 用不了我 走吧 咱干点她自己的事去 吃饭也硬了啊 吃饭也硬了啊 干嘛去 走吧行 那我看就特别的了 这儿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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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送的花啊 不应该啊 你女儿过来看你了 六年了 终于想通了 对不起爸 我来晚了 以后我会常来的 跟你说个事 我要再婚了 我决定了 跟你的见明星 一起生活 以后夏天会来看你的 我就不一定了 跟另外一个男人 一起生活再来看你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一起生活这些年 谢谢你 我知道我也不怎么样 但我也算对得起 咱们夫妻的情分了 可我不打算靠着这点情分 给我剩下的日子 有一天又是到了那边 就是种子相互不认识 也没关系 我走了 我一次婚都没结 你就要结两次了 这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是我自己选择呀 该结束的时候 就得结束 对于结束的男人 不用感到抱歉 不用什么恋恋不舍 没有这个义务 你爸跟我结了婚 生了你 缘分算够深了吧 可是到时候了 所有都结束了 你听懂了没有 不是不是 这个送去一号帐篷 好 慢点 这个你搬这 这个十六 送去二号帐篷啊 好 小心点 好 这个放哪儿 这个放去 放五号吧 好 辛苦了 一二号三号五号 你怎么来了 不知道啊 偶遇吧 偶遇 骗人的吧 真的 我没开玩笑 我沿着你账号里 发的地址 一路开车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哪个路口会遇到你 你这一年 都待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很辛苦啊 不辛苦啊 我之前不是说 想看到更大的世界吗 现在也算看到了 梦想算实现了一半 还挺开心的 你呢 你怎么一个人来啊 你不是 结婚了吗 没结婚 被我搞砸了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 你被耍了吧 是不是 不重要了 你呢 你谈恋爱了吗 没有 不过呢 喜欢过一个人 没有表白 为什么不表白啊 因为他有女朋友了 暗恋也不行吗 我又没表白 小轩哥 没事 我就叫叫你 这个还给你 你呢 关心给我发微信了 说前几天碰到许泽好 他当时呕着气 就跟他说 你们准备结婚了 所以他让我跟你说 真抱歉 他骗了许泽好 你看 他这个人就是很善良吧 你们都这样了 他还在乎你的感受 这个 你自己留着看着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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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怎么能知道你在这儿呢 就当缘分了 缘分 行 就当做是缘分 那我们就在这儿把这缘分给避开吧 你是不是偷看我朋友圈了 不是把我删了吗 怎么看 你坐哪个 八十四 我八十五 你这也不是八十五号啊 行行行 你坐上你别动了啊 我动 我去换 八十五号啊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好哥 什么事啊 手机借我用一下 谢谢啊 你又要去找许泽航了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都说了 缘分 我才信 你不觉得日子每天过的都规划好了很没意思吗 总要有一点新鲜的刺激的 对吧 比如今天我们这样偶遇不挺好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遇到我还觉得挺开心 你不开心吗 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好不容易才忘了你现在我想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我又不是瘟疫干吗呀 你就是瘟疫 去年一年我像得了病一样 好不容易现在才免疫了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想重新开始的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我告诉你我以后打算找一个又温柔又善良的姑娘 你太吓人了 我现在就很温柔也很善良啊 不然你试试 我们两个 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不是 那大家相互凑合凑合那不消化一下好了 不要出去祸害别人了 就当给社会做点贡献啊 这种话你怎么也说得出口啊 你比十年前还吓人你知道吗 算了吧 我还是去祸害别人好了 反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好男人 你等 等一下 你等一下 夏天 这耳鱼丁是我拿第一笔薪水的时候给你买的 项链是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买的 你根本是有备而来 所以呢 那你刚才也伤害到我了 我现在要走了 好 现在我牵着你的手了 你走不了了 所以呢 你笑什么啊 有什么好笑的 不能笑吗 现在是你笑的时候吗 因为跟你在一起 才最像我自己啊 想亲就亲嘛 真是 什么时候要你答应我啊 我还是愿意相信 在对的时候 爱一定会来的 我还是愿意相信 就在这 在这 在这个世界 说出的话都不能变 那只留着时间 清晨的时间 就在这 在这 在这个季节 说还是山梦的誓言 就再多说一点 让全世界听见 就在这 在这 在这个世界 说出的话都不能变 那只留住时间 静止的时间 不敢说是爱 只想够体贴 想陪你说的谈甜 夜落的街头 找一个借口 再多走一遍 心里面的光 熄了好几年 直到你再次出现 翻翻就照片 从前的我们 也曾经约定我永远 风又吹过的时候 风又吹过的时候 想却梦不到你的时候 想却梦不到你的时候 错过以后 和你同后 我依然是否 还能成为你 还能成为你 对的人 一遍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走在这条街 不愿不愿 不愿再让你孤单 想说我会爱着你 可惜短短这一句 从在世界里 迟到这遗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和他地方 领序 重要的家伙 中文字幕志愿者